生活无处不太极,享受太极,享受生活 我是太极飞飞 今天给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守住身法 有的全有呢,静的时候还可以把身法守住 可是呢,一动起来的时候 就忘了这个身法就给丢了 一动就乱动了 身法就没有了 那么静的时候可以维持正确的身法 一动就忘了 注重了外形而忽略了身法 这时候呢,需要做上一个字 守,守住身法 方法呢,就是慢 用慢这个方法 更大程度的守住正确的身法 如果快了呢,容易造成身法的丢 所以太极拳初期的训练呢 一定是慢的 判断太极拳的质量 不是看快慢 太极拳也有快 也有慢 用慢守住正确的身法 将太极拳的运动规律贯穿近系 质量就会不断的提高 因此呢,可以归纳为练好太极拳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呢,就是站桩 第二个呢,是单式的练习 将站桩和基本功 这两个要点 这两个要点 也就是基本功和站桩完美的集合在一起 就是完美的太极拳 完美呢,就是正确度非常高 动作质量非常高 讲到这里 哎,我们又回到了基本功 回到了起点 很多的拳友,拳学了一套又一套 又是剑,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棍 但是呢,如果你不懂正确的身法和运动的规律 你练的都是错的 就是没有什么用 会的越多呢,错误的就越多 太极拳不在意你学会了多少 关键在于是否理解 是否掌握了身法和运动的这两个核心要领 学拳不看你内容学多少 而是要领掌握了没有 好了,今天就给朋友们聊到这里 欢迎朋友们评论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战章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